Hello guys it's Famous 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11月份的月末了 那这个11月份可谓是发售了相当多重磅的球鞋呀 我想如果你是个合格sneakhead的话 你应该已经猜到是哪几双球鞋了 OK话不多说 来我们看看这几双球鞋吧 第一双呢就是来自全智隆的 Piece Minus One的跟Nike的联名 联名F1 我们先看看鞋盒 鞋盒这里是涂鸦 然后大大的Nike GO 然后在这边也是涂鸦 OK那现在我们先打开它吧 好吧 OK 我看一下 听很多人说他们鞋子一到 其实就已经鞋面已经裂了 那不知道我这双呢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哦 趁着是 趁着是 韩文的Nike的Just Do It 韩文的Just Do It OK 往上再打开这鞋子 哦 鞋 哦 太妙了重变了 OK你们看一下我这双鞋 其实鞋面已经有点烈了 看能看到鞋面已经有点烈了 那个鞋面已经有点烈了 对不对 哦太可惜了 这个鞋面太脆弱了 OK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双鞋 这双鞋Piece Minus One跟Nike的MF1 先看一下这个外观 哦不对 拿到鞋的第一点 好像很多Sneakhead跟我一样 应该都是先鉴定真伪吧 那怎么建议鞋子真伪呢 我教你一招 第一 闻 就是这个味了 就是这个味了 我想买过很多鞋的Sneakhead 还应该认得那个真鞋的焦水味 就是这个味道 真香 OK那我们第二点是什么 怎么鉴别 It's real bro It's real 真鞋 OK那下面继续 用了黑色鞋面 白色食物食 然后好像还挺中规中矩 要乍一看的 好像还挺一般 但是你品 你细品 它还是有很多小细节在里面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小细节吧 首先鞋和两侧都有着全智龙浓厚的个人风格 刷漆和涂鸦 这也是全智龙想表达给我们的理念 鼓励我们二次创作 在圆鞋的基础上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意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鞋面设计成一个碎碎乐的属性 然后鞋底和中底有一个刷漆的设计 附送的吊牌有P-1的logo小厨局 加上标注 配件上有一副鞋带和两对鞋扣 内衬有P-1的印花 这个品牌P-1这个品牌的朋友 也可以入手了 还是很推荐你们入手这双球鞋的 然后我希望入手买来买这双球鞋的朋友呢 可以加一点自己的想法进去 DIY的想法 毕竟这也是全智老王老师想要带给我们的一笔面 通过自己的想象增加球鞋的可玩性 这样你会玩鞋玩的更 更有自己的创意吧 更高一个level ok 然后这双鞋其实入手的话 我建议你们再稍微再等一等 因为加给你们知道的一只 对吧 ok 然后毕竟这双鞋就讲到这里 下面要我们继续下一双查维斯卡的 那第二双呢 就是这个查维斯卡跟Nike的联名Air Force 1 ok 现在我们看一下鞋盒 鞋盒是个大大蓝色的 天蓝色的Nike就是它厂牌今年logo回联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这个鞋盒最精华的地方 就是一个小窗口 然后上面写印的是查维斯卡的厂牌的德文名字 ok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鞋盒 好 现在这鞋子 让我们看一下鞋子的细节 其实刚拿到这个鞋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它这双鞋的一个亮点吧 叫植骨盖 植骨盖是保护植骨的 然后它运用到这个原理 放到它这双新的联名鞋上面 这个植骨盖 然后这植骨盖可是可拆卸的 我认为是细节满满啊 很用心嘛 给其他人我们把这个植骨盖擦一下来看看 好吧 好 观众朋友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终于把这个植骨盖给擦下来了 它这个拉链还是著名的拉链厂商YKK的作品 ok 听一下 怎么样 听到吧 爽 然后上面是背面长这个样子的 对 然后它是每一个对应的 是每一个鞋孔这样穿过去 然后对 然后我们看看 拆卸过后的TS-FORSY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发现没有 你们发现 这格子这个画纹很好看 而且还是 好像是这个是羊绒的 用料不简单呀 很有那种英伦风 对不对 有没有很有英伦风的那个风格吧 然后它这边是 这边两边这个是鸡皮 然后这边是那个帆布皮的 帆布皮的材质 然后看一下 你们觉得是 拆卸 把那个鞋骨盖拆了的时候更好看的 还是带着鞋骨盖更好看的 那怎么说呢 我个人而言吧 我觉得 拆了会稍微更符合我的审美 我觉得稍微更好看一点 但是如果你带那个鞋骨盖的话 就更有特色吧 更有自己的风格吧 如果搭配的好的话 然后其实它之前跟Nike合作的 联名F1 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对严格意义上 不能算植骨盖 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鬼脸的一个标 在它那个扣在鞋带上面 然后这双F1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主要是材料拼接用的很多 用了很多种材料 然后它这个Nike里面的 其实还是一个迷彩的实物 是个迷彩华文的 所以可以说是细节满满 跟全智隆那双比的话 其实风格不大一样 至少是属于走的是 比较内敛低调 然后就是它的亮点是材质吧 材质很多 有繁毛皮 更新绒 还有压麻布 还有羊绒 所以材质可以说是非常多了 非常细节了 配件上的话就只有两副鞋带 只有两副鞋带 然后没有其他的东西 对了 这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个 然后后面还有个扣子 扣子 然后扣子上面印针呢是 TX 然后这个是NC 然后NC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着密苏比试 也是作为一个致敬的意思吧 致敬它小时候出生跟成长的地方 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选择这双吧 GD那双呢更为抽象一点 就是它后面碎碎乐 后面头压层其实也还是很有亮点 但是我现在更属于低调一点的 然后属于这种 更喜欢材质丰富一点的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这一双 然后可能也是我不够艺术 搭配不了GD那一双 OK 这双鞋 Charles Scott这双鞋就到这了 然后今天的两双鞋就开箱到这里了 其实有一点遗憾的 本来我是打算把这个月经典的几双 FOS ONE都给你们开箱了 比如说 这双Charles Scott 还有GD那一双 还有蓝丝绸跟黑丝绸 后来我深思熟虑了一下 蓝丝绸其实没有太多亮点 它其实跟白丝绸和红丝绸相较而言比的话 它其实很一般 丝绸也是一样的 然后鞋底换成一个圣吊底 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然后黑丝绸又怎么了 黑丝绸本来我是想给你们这个月开箱 但是陈冠西部宣布的JAPAN ONLY 就只在日本发售 所以我们肉手把握增大了很多 也来不及给你们开箱了 再给你们补黑丝绸的开箱好吧 我答应你们 然后 再给所有一个 制作内容的 优质的UP主 一个 WESPECT 好吧 最近要给到 然后真的是挺累的 然后一个人亲力亲为 要剪辑视频 写素材 然后还有加字幕 我再说一下对自己的吧 其实我做这期 WESPECT 其实也没有特定给自己一个定死 一个怎么的目标 尝试一下做一个自己平时喜欢的东西 像球鞋也好 像潮流文化也好 我觉得好玩的给你们 然后 这期视频也差不多就到这了 然后也感谢你们花六七八分钟来看我这里 所以 做的 其实很一般很soso 然后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请在下面给我留言好吧 这期视频 做的质量也很一般 所以我也不 不奢望你们能帮我转发什么三连了 然后就很感谢你们收看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